现在 我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要弥补他们 为了弥补他们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我再也不在乎 别人知道我的身世 我就是要让所有的人知道 江苏丘就是我的母亲 我是杜家的孩子 爹 真的很抱歉 站住 你知不知道 你选了一个最笨的方法 就算你为他辩护 你能保住他的命吗 最后 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他被押上刑场 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被沦为一无所有 可是你最痛恨的 刘涛和段家乡 他们仍然会高高在上地 嘲笑你 剑儿 听我的 用我的方式 只有这样 你才能扳倒他们 你才能真正为你爹娘报仇 爹 你也是这么跟我妹妹说的是吗 我的妹妹 刘宁 什么意思 还有我的大哥杜永毅 你是不是也让他们去报仇 让他们有仇恨面对一切 以至于我的母亲 以至于我的母亲 不得不和您对抗 这两天我想了很多 让我真正明白了一件事 就是我的娘为什么宁愿再当一次死囚 我知道她是逼不得已的 她之所以是逼不得已 就是为了对抗您对吗 爹 您知道吗 我已经让我娘受到了太多的伤害 所以 我不会允许再有人伤害她 你的意思是 你想跟我对抗 那是我最不想做的 可是如果必要 如果您会伤害我娘 那么 我别无选择 别是 老周 你说对了 看来我就快失去我这个儿子了 封殿长 这是你申请你担任江苏秋辩护人的登记书 被我驳回了 为什么 这还用问吗 你们有律师资格 你怎么能当辩护人呢 法律并没有规定 担任辩护人必须具有罗 律师资格 就要当事人同意 任何人都可以被委托担任辩护人的 你说得不错 法律确实没有民文规定 但是 这是我们行之多年的惯例 所以 我不同意 是多年的惯例 还是因为你跟副城长的关系太好了 不想得罪他 住口 你如果再敢污蔑我 我先办了你 如果你要不依法批准我的 这个申请书 让我担任江苏丘的辩护人 那么 在你办我之前 我一定要先提醒你一件事 洪廷长 你应该还记得 上一任廷长 是怎么死的吧 听说 他好像是被我杀死的 可结果呢 我居然被无罪开示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真的 我一点也不知道 总之 好像跟我有过争执的亭长 都被我给杀死了 洪廷长 我真的真的不希望 你跟他们有同样的下场 江苏丘 江苏丘 你的辩护人想见你 进去吧 你 你 你是我的辩护人 是 我就是您的辩护人 你不是检察官吗 我辞掉了 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 因为 因为我是您的儿子 这样可以吗 这样我可以当您的辩护人了吧 谢谢你 我很乐意接受 你啊 挺松 有些事我必须跟您好好谈谈 永才 我已经决定 我不想翻过你 娘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如果你还想用自己 换大哥一命的话 别说我们这几个孩子不能接受 就是我大哥他自己 他也不会答应的 您想想看 大哥这一生 除了复仇以外 就只为两个人而活着 一个是你 一个是婉玉 是你让他放弃了复仇 可是婉玉的死 却让他重新点燃复仇的意志 你们两个是唯一能够改变他生命的人 如果您也走了 他还剩什么 如果让他知道你是为他而死的 他能不恨自己吗 永才 别再说这些了 我不是已经请平儿 跟你们转达了吗 我就只能做我能做的 因为我已经知道我自己活不成了 请你们接受这个事实行吗 我不许你这么说 永才 娘 你又想抛下我们这帮孩子是吗 是这样吗 就跟十五年前一样 你又想把我们这帮孩子 抛起来不管了 一个人离开对不对 那你这次又想拿什么来搪塞我们 到很远的地方去工作吗 那 那你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回来看我们 等赚够了钱就回来吗 那这次又怎么把我们这个孩子送到谁家去 你 张家 刘家 还是你有更好的安排 你不在 娘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 我好不容易才要走出十五年来的阴影 我好不容易才要学会找到自己 你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吗 是因为你 是你让我学会放弃了仇恨 是你给了我们几个孩子重建我们度假的梦想 我这回真的是想听你的 我这回真的是想听你的 可你又要离开 又要抛下我们几个孩子不管了 娘 你不得这样 你真的不得这样 好 好 好 没关系 祝福 你 我 你 有点 我 怎么了 是 你 小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刀给我 我知道你最近一直在打听一点事情 我也知道 你怀疑是我害死了万玉 难道不是你 干嘛不杀我 那你呢 你刚才明明有机会下手 为什么要犹豫 你记不记得 这把刀 是我送给你 也是你教我怎么使刀的 那你记不记得 我教过你一句话 每一次当刀尖刺出去 都为了证明什么 我记得 你说 是证明自己比敌人强 那我有没有告诉过你 他还能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 什么意思 没错 完玉的死的确是我的错 可我要不是这么做的话 死的人可能就是你 用意 你太不了解人性了 你以为你放过了刘侃 刘侃就会放过你 可是你错了 完玉的死 如果要真的追究原因的话 凶手就是你自己 没错 就是你自己 因为你的仁慈 你的误判 完玉的死 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 永逸 我知道我说的话 你不爱听 但是如果我流的血 还不足以证明我自己的话 那么 杀了我 在这也不会同学 心疯了 你不在乎 不在乎 ώ我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получается 别在乎 你不在乎 剑哥 我错了 在我面前 你没有错 只有在敌人面前 你才错 就是因为这个错误 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你说得对 万一是被我害死的 剑哥 我要回家乡一趟 我娘处失了 我叫小燕不要告诉我 就是怕你回去 我别无选择 好 你既然要回去 我跟你一块回去 主任 我掌握了一批官员贪污的资料 全在这里 我要起诉他们 你要起诉你父亲 是的 三位 请 副省长 刘夫人 段处长 请坐 张老板 请我们三个过来 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的确 我打算跟各位 收一笔旧账 我可不记得我们欠你什么 是吗 该不会有些账 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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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也没有人规定我 不能在别的买卖上 连本带利地讨回来 是吗 那么说 张老板是要跟我们谈买卖了 在那之前 我想跟各位聊聊 这条狗的来历 西藏老犬 有人说他是神犬 十五年来 我反复地想着跟各位收账的事 有一回 我想得心灰意冷 于是一个人去了西藏 由于气候恶劣不适应 我得了高山反应 就在半路上昏倒了 直到这条狗 把我给填醒 你跟我们说这些干什么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别管玩磨脚的 自从那次以后 我有了个心得 那就是 狗比人可爱 狗比人忠诚 狗比人 更像人 也因为这样 我就把他带回来 一直养到今天 目的就是提醒自己 永远不能忘了这笔账 如果他就是老天爷安排在我身边的使者 我会亲眼让他看见 我是怎么一笔一笔的 把这些账收回来 张老板 你说够了没有 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你说的另外一笔买卖 又是什么呢 说到这笔买卖 我又得吃亏了 我要用三样东西 跟你们换一条人命 你是想要我们放了江苏丘吧 没错 那你倒是说说看 你打算用哪三样东西和我们交换呢 你的命 你的命 加起来 正好是三样东西 张志豪 你太过分了 你们收受贿赂的证据 时间地点金额人民统统都有 根据现行法律 公务员收受贿赂 最终可以判处以死刑 只要你们放了江苏丘 我可以饶你们不死刑 我可以饶你们不死刑 但如果他被判了刑 我会叫你们用生命来付出代价 原来 我儿子手上那些资料是你给的 张老板 这要是在平时 你提这种买卖 或许我们还会考虑考虑 可是偏偏 你今天提的不是时候吗 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啊 不管你手上的证据有多么齐全 你都送不出去 还有我说得再清楚一点吗 张老板 南京的检查总长已经来了 坦白告诉你吧 蓝总长就是我们的靠山 你有什么能耐就尽管使出来吧 可别告诉我 这一次宁儿揭发我们家宁儿的身世 这一套早就行不通了 咱们走 张老板 你不用送了 这些钱你拿着 不过再来找我 夫人这是 明天就要开庭了 我们总得去搞些舆论吧 你去找些人 要好好羞辱江苏邱一番 他不是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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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啊 住手 叫他们住手厅都没有 这帮人是你带来的 叫他们住手 张建 你是个检察官 你怎么可以替江苏邱辩护呢 我已经不是检察官了 我已经辞职了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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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住手 住手 住手 江苏邱是商业的凶手 住手 让他们消掉 住手 快去 被告辩护人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 刘夫人 黄强 请你们简单说明一下 你们之间的关系 黄强是我儿子刘侃的朋友 就这简单 麻烦你说清楚一点 是朋友 还是手下 朋友就是朋友 哪来什么手下 是吗 刘夫人 黄强三番两次带着一些狐群狗党 去找江苏丘和杜青莲母女俩的麻烦 难道不是你和刘侃受益的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么两个月前 你带着黄强一伙人到茶楼去 把杜青莲和他的养父赶出茶楼 之后还扬言要让杜家母女 无法再县城立足 有没有这回事 回答我 有 还是没有 他们母女俩老是诱拐别人的男人 难道不应该给他们一点教训吗 所以你承认了 抗议 请庭上要求被告辩护人 把问题拉回到案情 不要静谈一些不相干的事情 谁说不相干 如果证人对被告心怀恨疑 企图协院报复恶意污蔑 这样的证词还能采信吗 你们都听见了 刘夫人她本身就对被告人一家心怀恨疑 甚至率人到杜青莲卖唱的茶楼去闹事 而黄强 就是她的打手 所以我现在强烈地质疑 这两位证人的证词 根本不足以采信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我说的都是实话 两位目击证人可以退下来 厅长 我还没有问完呢 你的质疑也许不无道理 但却难以否认两位证人的证词 所以本庭仍然会拿两位证人的证词 作为重要的佐证 我都已经说得那么清楚了 这两位的证词根本就不能采信 刘夫人和黄强 是命案现场的目击证人 你说他们的证言不能采信 那么请问你 我信谁的 刘夫人 你们可以下去了 传下一个证人出庭 权检查党继续问话 段处长 被告席上的嫌犯 你认得他吗 当然认得 他是江素秋 你为什么一眼就认出他呢 因为十五年前 他曾犯下一桩 杀人命案 当年我把他抓进大牢的 所以我当然认识他 这么说江素秋 有杀人前科 没错 他曾经是一名死囚 如果说他出狱之后 又犯了杀人罪 你觉得可能吗 你觉得可能吗 极有可能 谢谢你的证词 段处长 你刚才一直强调 江素秋曾经是个死囚 可是我很想问你 当年你抓江素秋入狱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是个误判 没有可能 你为什么那么有把握 因为那个案子 证据确凿 好个证据确凿 身为一个警务人员 我从不误判 你说谎 你难道忘了 你曾经把我抓起来 你还指控我杀了魏廷展 当时你也跟我说证据确凿 还逼我认罪 可后来呢 你还不是把我给放过来 这么不说话 回答我 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是事实 现在 你还可以那么肯定地告诉我 当年抓江素秋不是个误判吗 那是两回事 是两回事还是两套标准 你根本就是用两套标准 来对待不同的案子 不同的人 你之所以一直想咬死江素秋 无非就是因为你有一个 不可告人的动机和秘密 你非要咬死他不可 你胡说 江素秋本人已经认罪了 他的口供和供词 白纸黑字 上面还有他的手印 还有签名 难道这都会是假的吗 终于讲到重点了 江素秋的口供 如果可以是真的 那么刚才刘夫人和黄强 为什么都要提出反驳 他们为什么认为 江素秋的口供是假的 段处长 回答我 怎么不说话 没关系 你用不着回答 因为你我都心知肚明 因为江素秋的口供 根本就是假的 听长 今天我这个辩护人 要正式指出一个事实 江素秋的证词 根本是假的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江素秋为什么要做一个伪证 刘肯明明不是他杀的 可他为什么要承认杀人 以下 我的答辩即将追溯到十五年前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够彻底澄清其中的原因 在扶了十五年近期之后 他已经一无所有 就在这个时候 十五年前 那批迫害过他的人 又出现 他们不断逼迫他离开家乡 不断用各种手段打压他 于是 他的孩子们想反抗这一切 这其中 就有一个叫杜永毅的 据说他是个强盗 可是从来都没有杀过人 他唯一想做的 就是想照顾他的母亲 问题是 刘侃不想给他这个机会 刘侃想强压他的母亲离开战远 刘侃害死了他的女人郑婉玉 到最后杜永毅只能反抗 而他反抗的方式就是杀了刘侃 听上 他刚才说的事情完全没有根据 请听上制止他的发言 我只是在说明江苏秋 为什么要做伪证 要不要听随便你 可是你没有资格阻止我说话 你让他说下去 反抗 就是我今天所要陈述的重点 当杜家的人被逼得走投无路 当所有的道理都已经讲不通 而对手 却还要一再地毁灭他们 他所有的冤屈无从投诉 他最爱的孩子 已经沦为杀人犯 所以 他只剩一个选择 就是把杀人的罪名扛起来 因为他已经存了必死之心 只因为他天真的以为 只有这样才能化解一切的仇恨 当他不想伤害别人 而别人却一再伤害他的时候 他只求孩子们的幸福 而别人却不肯给他的时候 他就只能反抗 借由底下杀人罪 借由再一次成为死囚来进行反抗 听上 我的说明到此为止 如果听上 还是要判他有罪 那么 您的判决即将成为天大的罪恶 这个法庭 也即将有审判者如何背叛者 至于江苏丘所应该受到的裁决 就只有三句话 第一句 就是无罪开示 第二句 也是无罪开示 第三句 还是无罪开示 无罪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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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师父 无罪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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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怎么样 少爷的辩护 非常成功 正如我所料 可是 他的辩护越成功 咱们的路 也就越难走啊 主任 你找我 蓝总长要接你 好 二位 请坐 请坐 段检察官 针对你指控副省长和段处长受惠一案 我刚才已经征询过段处长了 现在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总长 请恕我无理 我不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你找我了解案情 怎么会让一个被告在场 你的起诉书 以及附带的相关证据 我都已经看过了 除此以外 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说明的吗 没有 该说的 全写在上面了 你的这些证据 都不够充分 所以 立不两岸 怎么会 到底有多少商人行货 行货的时间 地点 还有受惠的金额 全都清清楚楚地列在上面 怎么会不够充分呢 这表上所有的商人 都拾口否认 他们不曾干过行货的事啊 他们全都是涉案的当事人 他们的话 怎么能够相信呢 段警察官 我的处置方式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光是这些材料 是立不两岸的 所以 我还是要退还给你 但是 基于司法独立 公平侦办的原则 你还是可以选择 继续追查这件案子 一切 由你自己决定 够了 你对爹的不满 爹都知道 别再胡闹了 段处长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公事公办 我不管你的后台有多硬 我会照办不误 康儿 庞天席上的掌声和贺彩声 都不足以宣告我们的胜利 一切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我知道 这也正是我想跟你商量的 我知道 洪廷长一直都是我爹 和段家乡的人马 他要怎么判 恐怕还是要受制于我爹他们呢 我明白 平儿 这事 千万不能让奶奶和姐姐知道 哥 我 怎么了 我也想为娘做点事 但是 我又怕会伤害到刘家 那就不要勉强你自己了 可是 只要我把我知道的一些事说出来 说不定娘就能平安获释了 什么样的事 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既然这样 那就不要说了 平儿 其实你跟我都一样 身上背负着同样的东西 刘家 张家 都是我们永远的负担 但是 就算我们现在想摆脱这种负担 也已经不可能了 因为刘家人对你太好了 而张家 也对我太好了 娘早就看透这一点 所以才一再叮嘱我们 不要用仇恨去解决问题 等哪一天 等你真的考虑清楚了 你还是可以选择说或者不说 但是你无论选择什么 他都必须是在病除仇恨之后 才下的决定 嗯 谢谢哥 来 大哥 你不应该回来的 他们一口咬定娘是凶手 就算你自首也改变不了什么 只会让段家乡趁机杀了你 我知道 可是 我还是要回来 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 永才 我们的约定你我都失约了 你失约是因为你已经辞职 已经不是我自首的对象 我失约 是因为我不可能检举旁间 谢谢你为娘做的一切 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情 哥 告诉我 你如果真的要自首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你和平儿可以去找刘涛 找我爹 做什么 你刘家的爹娘和段家乡 这三个人当中 刘涛的地位最高 也最好说话 或许可以说服他 接受我的条件 你的条件是什么 我做的事情 我一个人承担 只要他们肯放了娘 我就会去自首 可是你一旦自首 就是死路一条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的死 能缓得娘的自由 有何不可 大哥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如果你们不答应 我就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我带着我那帮兄弟们 冲进牢里救人 这是我最不想走的一条路 既然我非死不可 竟然让我死得有所价值 至于让我死在刑场上 才能让我的一条命 换回娘的一条命 宁儿 赵爹有事吗 爹 有个人想见你 你不想让我娘 刑儿 是你啊 我是来跟你谈条件的 我跟你没什么条件好谈 我知道 你一直不想让我娘成为死囚 宁儿 是你跟她说的 爹 其实 我跟你一样 也不希望 杜夫人受到什么冤屈 如果你真的能够帮上一点小忙的话 说不定杜夫人真的就没事了 宁儿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哪 你是说 刘夫人和段家乡不会同意的 没错 可是 如果杜永逸出面自首呢 你是说 只要你们同意 杜永逸就会出面自首 条件就是 我娘第二次出庭的时候 必须当庭无罪开示 这有点困难 你不是不知道 案子一旦进入到审判阶段 即便是我这个副省长 也是无能为力 我不管什么狗屁办法 总之 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 你不是有蓝总长 洪廷长不也是你的人吗 所以 你要的杜永逸你已经得到了 至于杜永逸和我要的只是我娘的自由 爷 你就答应了吧 既然杜永逸愿意自首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为难江苏丘呢 刘副省长 诚如我在法庭上说的 你们已经逼得我们一家人走投无路了 我娘已经对你们太后头了 如果你们还要一再相逼的话 我相信 不仅我会反抗 杜永逸也会反抗 而且你千万不要忘了 杜永逸的身后 还有一个鹏兼 你威胁我 威胁你又怎么样 我现在只是出一张嘴而已 可如果真的把鹏兼给惹毛了 他就会出省 就算你是一个堂堂的副省长 他也一定会要了你们一家人的命 张剑 你别这么跟我爹说话 爹 张剑只是想救他母亲 他没有什么恶意 你就答应他吧 好 张剑 我答应你 答应你母亲在第二次开庭的时候 当天无罪开始 就这么说定 你你搞什么 你还要死 拿进去 你今天又想着 啊 招牌 你可不做你 警察 杜永逸 除此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完成你的心愿 我也给你保证 你在我这里 绝对不会受到不合理的待遇 谢谢 先让我做一份笔录 你把整个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我 谁叫你们进来的 段处长 你这是干什么 奉副省长的命令 这件案子现在由我接受 把他带下去 是 谁也不许带他走 走 送给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多少风雨在人生的路上 多少悲伤要独自去穿 这双肩如何担负 恨和希望 恨和希望 雨雪风霜 告诉自己要坚强 明尘万丈 和幸福遥遥相望 冷暖悲凉 点点滴滴在心上 看来疏我 看头认识浮华沧桑 如果永恒是一个梦想 还会给我力量 不再彷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